一个菜鸟,竟然可以连续两场比赛,拿下MVP,获得女神慈妹亲自颁奖,还能穿上被富邦球团永远控着的85号球衣。 刘俊豪身为两度终止选秀落选的球员,被教练黄泰龙看好能成为王威臣等级的球员, 身为徐生平总教练一手打造的美农十年计划的第一批球员,在他的帮球路上到底经历了什么呢? 今天就让球关注爆和力栽! HELLO,大家好,我是球关注小编AKA胖爷,这边先跟各位介绍一下美农十年计划, 民国六十年代,美农读书风气鼎盛,升学率在原高雄县名列前茅,各项体育活动成绩也引领风骚, 尤其打棒球风气最为兴盛,当时八所国小都有棒球队,先往培育出许生平、宋焕勋、张永昌、张发尚等棒球国手和优秀教练。 2012年,美农各国小因碍于经费和少子化的问题,无法成立少榜队, 以致许多资质、体格良好的学童,为了打棒球而被迫转学离乡背景。 在徐生平登高异乎下,美农博士学联协会号召发起美农哨棒十年培育计划, 以美农地区国小三年级以上喜爱棒球运动的学童为主, 预计十年募资五百万元培训经费, 由徐生平出任总教练,张永昌、张发昌、刘绍兴、范永福、古宗明、温琪姐等国内知名教练担任义务教练群, 希望能让孩子留在家乡打球。 小时候刘俊豪出生于高雄美农,国小的时候喜欢的其实是篮球, 但是在五年级的时候遇到自己的远方亲戚, 孤障的哥哥正是美农哨棒十年培育计划的发起人徐生平总教练, 正好刘俊豪的爸爸刚好要去担任义务教练, 也因为这样刘俊豪正是和棒球结下了缘分。 虽然是亲戚,但其实刘俊豪是直到正式选择棒球之后, 才和徐总比较有交流。 没有棒球基础的刘俊豪在一开始其实吃了不少苦头, 还不会接滚地球的时候都下意识习惯等球弹起时再用手接, 这也让徐总大发雷霆, 只能用手套还不用那干脆丢掉好了。 除此之外,一旦徐总发现练习氛围懒散就会破口大骂, 也因为徐总的严厉, 刘俊豪才明白想要成为一名球员就该要有一名球员的样子, 不只球技,品性,态度,礼貌都必须兼备, 这也让他立下了要成为职棒球员这个梦想。 第一届的徐生平超完赛, 美农一路过关斩将来到了冠雅军赛, 不过,在古山投打尖辈的发挥下, 美农最终以0比2败下阵来。 赛后,个人讲相手投手到打者都有古山包办, 唯一一个美技奖就是由美农的球员拿下, 而这名球员就是刘俊豪。 到了国中,刘俊豪的表现依旧亮眼, 但却屡屡跟国手名单擦肩而过, 加上自己又遇到了伤势困扰。 不过,这也让刘俊豪坚定了想要在棒球这条路上更上层楼。 虽然无缘国手资格, 但刘俊豪在哨棒、青哨棒的表现, 依旧获得高院工上的董事长于正仙的肯定, 邀请刘俊豪前来就读, 也让他有了留在高雄打球的机会。 上了高中后, 由于游籍有学长曾传生在卡位, 刘俊豪大部分时间都是镇守三壘, 但是在高二的木棒联赛军战中, 刘俊豪遇到了人生最大低潮。 在与大理高中的比赛中, 来到九局下半双方战成平手, 李展义回出三壘方向的滚地球, 刘俊豪上前却没有掌握好弹跳, 让大理高中跑回了制胜分。 就这样, 高院最终以第四名作收, 这次的失误让刘俊豪心中产生很大的阴影, 不仅开始害怕接球, 就因为练球的状态也是常常心不在焉, 但想到自己成为职棒球员的梦想, 刘俊豪决定找教练寻求解决办法, 不要因为一次的失误就困住自己, 在场上胜败是常有的事情, 但也不要害怕失败, 要能享受比赛的开心与收获, 接受所有的失败才能更进一步成长, 变成一个真正的球员。 刘俊豪在教练的开导下, 重拾信心, 在学长正转生毕业后, 接管游击大观并且担任队长, 算在木棒联赛只获得第五名, 刘俊豪依旧在高中毕业后, 决定报名终止选秀, 无奈这一季的毕业生有更多的优秀内野手给各球团挑选, 何恒佑、林子豪、马杰森都顺利加入职棒, 刘俊豪等了十轮还是没有听到自己的名字, 就这样他落选了, 但他并没有气馁, 而是进入国体大继续磨练, 目标加长打击和守备的稳定度, 再来挑战职棒, 没想到才过了一年, 刘俊豪又忍不住报名终止选秀, 现实依旧残酷的给了他一巴掌, 他再次落选了。 原本已经打算回到国体继续磨练的刘俊豪接到了辅邦寒家的电话, 邀请他以自主培训的身份加盟, 一心向往职棒舞台的刘俊豪没有犹豫直接答应, 正式注册后他选择了85号, 这个背号是自从2013年许总过世后就一直没有球员选择的背号, 但身为美农十年少帮计划的第一批球员, 与许总一起训练的点点滴滴, 在职棒落选后拭母给的鼓励。 85号对于刘俊豪而言是再适合不过了。 今年刘俊豪在热人赛打击表现亮眼, 并且被带入开机名单。 生涯前15战出赛就拿下了三座单场MVP, 还有荣幸让自己的女神思妹来为自己颁奖。 首席教练黄泰龙也称赞刘俊豪的球棒控制能力进步很多, 又具备内野工具人的属性, 让他想起了忠心兄弟的王威成。 而且王威成正是刘俊豪的偶像, 相信未来刘俊豪绝对会是副棒的中线核心之一。 以上就是今天的影片内容啦, 你看到刘俊豪能接下王胜伟的棒子, 成为新生代富邦游击的解答吗? 欢迎在下方留言你的想法, 喜欢我们的影片请记得按赞, 订阅, 分享, 开启旁边的小铃铛, 我们下一部影片, 再见!